加拿大财政部官网本周发布声明称 加拿大将于2024年7月2号就提高中国电动汽车关税 开启为期30天的公众咨询期 讨论可行政策措施以保护电动车工人 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 中方敦促加方不要以公平竞争之名行保护主义之时 将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 我们注意到加方宣布将于7月2号起 对自华进口电动汽车可能采取的措施 征求公众意见 中方对此高度关切 我们敦促加方不要以公平竞争之名行保护主义之时 中方将密切关注加方后续动向 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 何亚东表示 中国电动汽车产业的发展是开放竞争的结果 是持续推进技术创新 完善产工链体系 优化市场生态的结果 中国电动汽车 受到包括加拿大消费者在内的全球用户欢迎 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和绿色转型 做出巨大贡献 加拿大长期宣称支持自由贸易 是以世贸组织规则为基础的 多边贸易体制的受益者 加方应尊重事实 遵守世贸组织规则 为中加电动汽车产业共同发展 创造公平非歧视 可预期的市场环境 亿 队 酱